大家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英文一起读 新的地方其实还摆饰待举 是不是这句诚语 但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荧幕 头像忽远忽近的 因为我还在抓 这边最好的拍摄角度 但或许也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用听这个节目的话 你大概也不介意 有没有看到我的脸 的确不是重点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有趣的新闻 这新闻其实大概已经一周多前 可是没有做得很可惜 你知道有那种气球捏成贵宾狗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原本的样子 所以原本的样子长这个玩意儿 那这是他的作者 他叫做Jeff Koons 连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很可爱 叫做Koons K-O-N-S 那他是一个当代的 contemporary的这种流行艺术家 popular culture popular arts 所以这个popular 常常就缩短成了 pop 中文翻成瀑布艺术 其实就是流行艺术 所以他是一个pop artist 那他呢 做的就是后面这一个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用气球捏出来的这种狗狗 那他把它用陶瓷做出来 一只就可以卖他妈的一百多万台币 四万多美金 结果有一个富人 其实应该就这一只 有个富人 那走过的时候 他就想说 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做的 摸他一下 she tapped it and it fell over 他就掉下来了 从他这个座子上掉下来 所以他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台子上 这个东西等下我们看到 就叫做Pedestal OK 我先给你看一下 Pedestal 所以就这一种放展示的 展示东西的一个小小的台子 一个座子 我们就叫做Pedestal 那既然我们是把东西展示在上面 所以他就可以有一个隐身的比喻性的用法 如果你把谁谁谁放在Pedestal上 就好像这个人被放在了神坛上供着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有一个 在你心中有很高的位阶的话 在社会中有一个很高的位阶的话 我们觉得说这个人的状态是在一个Pedestal的上面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新闻整理起来 因为首先有人打破 这是一个新闻 结果呢 有一个人想把这个打破的碎片买下来 这是另外一个新闻 那我们都能够学到一些字 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标题 Jeff Koons Visitor Breaks Iconic Balloon Dog Sculpture in Miami 所以Jeff Koons刚刚的名字 所以他创造出来这一个 非常具有时代代表现的 Iconic 所以这个字应该OK Icon就是标示图腾般的一种东西 Icon这样子 所以你是一种文化的指标性人物 You are a cultural icon You are an iconic figure Culturally speaking But anyway 那他就叫他这个气球狗的这一个雕塑 Balloon Dog 那Balloon就气球应该没问题 那他事实上是个雕塑品叫做Sculpture 好 往下看 我们看能学些什么东西 反正我们常看到这个 他们会写着说 艺术品请不要碰 那偏偏这个妇人就是碰了 So please don't touch the artwork What people do anyway So now and then We are reminded as to why these signs are still needed in galleries around the world 所以三不五十我们就还是会被提醒 为什么这样的sign是需要存在的 我们需要被提醒这件事情 因为就真的还是会发生到有人把它打破掉 好 所以anyway 所以他的价钱是4万2 真的可以买一台车 非常轻易的可以买到一般的一台车 这样子 So有这么一个collector collector就是收藏价 accidentally knocked a 42,000 dollars sculpture by US pop artist 所以刚刚看到的pop artist 没问题 So she knocked it to the ground 把他打 弄到地上 She had tapped it with her finger 所以刚刚看到 他就碰他一下 Tapped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看到 就反正有这么一个当地的艺术家叫做 Steven Gamson 这就是想买的那一个人 所以他就变成新闻报道里面的一个人物了 所以local artist Steven Gamson 所以他是artist吗 事实上看另外一个报道说他也是一个collector but I guess it doesn't matter So he was admiring the sculpture when an older woman tapped it knocking it off its pedestal 看到了 所以一个年长一点的女性 碰了他一下 就把他knocking it off its pedestal 所以Pedestal刚才看过 现在在复习一下下 总之就是一个坐子一个架子 可以白吃东西的 可以 所以他一开始还以为 这是一种表演艺术的一部分 So at first He wondered if it was part of a performance piece 所以这个performance arts 我们就叫他行为艺术 我刚刚是不是讲成表演艺术 我有点忘记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performance art 好 所以他以为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还有一个东西叫performing arts 是不是都应该加复述啊 所以这个叫表演艺术 所以芭蕾舞啦 话剧啦什么之类的 我们叫他performing art 如果是performance arts的话 这是行为艺术 知道什么是行为艺术 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集 应该是一集吧 还是就约约的提到 台湾有一个行为艺术家 还曾经进了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 什么之类的去展过 那他是以时间为重点的 如果你不记得自己去看 我这里就不再说一次了 他叫谢德庆 好anyway 所以他以为这是一个performance piece 结果不是 OK 这就是一个excellent而已 这样子 这是个意外而已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他就说 说这个要 他想要买了 这样子 所以这边还讲到说 仿佛人生停了15分钟 Life just stopped for 15 minutes with everyone around 反正大家就非常非常的shocked 这样子 好 所以下一个人还说了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人说 说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你知道限量的吗 所以这个叫limited edition 它总共只有 所以这里就真的有这个词 So the sculpture was part of a limited edition 所以这个就是限量版 Limited edition which has now shrunk from 799 to 798 所以它是一个限量版的 本来只有799件 那现在呢 就变成798件了 因为有件坏掉了 所以that's a good thing for the collectors 所以对于收藏家来说 这是好事情 因为它的稀有度 有多增加的那么一咪咪 OK Just a tad of it OK 好 所以它也是开玩笑 这样 好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新闻 来那这个Mr. Gamson 他就offer要来买它 这样子 他认为这是一个 cool story 那第二个报道 这边再说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其他的字 例如说 我们说这是陶瓷做的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了这个 Porcelain这个字 Yes OK So he was pointing out the porcelain balloon dog to his friend when the whole thing went down 所以他其实呢 就在旁边看着 还跟着朋友指着 你看你看这样子 OK So just as I was doing that 所以他就手指的那个雕像 就掉下来了 the piece fell over and it shattered into a thousand pieces 他就碎掉了 所以shatter这个字 碎掉应该还OK 算生活上的一个字 那它变成了一些碎片 碎片我们可以讲这个字 shard 可以是复述的 OK So it shattered into thousands of shards 这样子 所以像讲说玻璃碎片 也可以用shard这个字 可以 好 所以porcelain这个字 再强调一次 就是陶瓷的 所以它陶瓷做的够 这样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先前看过一个字 就是salvage 正好这里又看到一次 所以他想把这些碎片买下来 我记得我们当时讲解 salvage这个字的时候 再说的重点就是 我那时候举的例子就是 汽车回收场 所以你大概都电影一集看到过 把一个车 像breaking bad里面就会有 开到这么一个汽车回收场 然后他们里面把真的已经破掉 破烂掉 没什么值得回收的汽车 他就把它压成一个方块 我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那种汽车回收场 那种废物金场 我们就叫它salvage yard 所以多了一个yard这个字 OK 所以salvage yard 我们就翻译成这种汽车回收场 那salvage的意思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在汽车回收场里面 你的一台破车放在那 已经丢掉报废了 或者叫汽车报废场大概可以 可是你知道 如果说你的车子状况还OK 只是因为年限 开了很久 开了像我上一台卖掉的车 25万公里 25万公里 这台湾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你应该可以有这个概念 因为在台湾 即便你每天开北高好了 你也不过就是几百公里 到一千都不到 好像也蛮多的 没有真的 像你如果今天是桃园台北往返 再工作的话 了不起来回可能也就是50公里左右 以前我在多很多工作 尤其是当记者的时候 我一天就可能可以开 60公里以上的路程 所以真的是 就是地大的地方是差很多的 所以如果在台湾把车开了25万公里 我觉得蛮可怕的 那个车我买来才5万块而已 可是我现在把它卖掉了 因为我住在西门町 不再需要有车子 所以我卖了它 比较少于50,000 所以总体的 总体是很有趣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 卖掉之后 I didn't make money 但是我有从这个车子 从这个买卖中 就salvage回了一点钱 所以又回到salvage这个字 然后这个车丢到 如果说它真的去报废的话 可能还有人可以把它的挡风玻璃拆下来去卖 旁边的四面几面玻璃 可能有的车如果需要换 可是这个车 因为我这个车子欧薄的 那台湾早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已经没有人在制作它的parts 它的零件 所以如果说可以把这台车的零件拆下来给别的车使用的话 这个动作就叫做salvage OK 所以你在一个已经破烂掉的东西中 已经在一个不太能挽救的东西中 你还能够捡一捡捞一捞得回点什么 我们就称个叫做salvage 这样子 所以好像中文会把salvage这个字翻译成拯救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 大概不是非常到位的一个翻译 好 这个不小心我把它讲了很多次 我真的是在大概两个月内以前的一部影片 已经讲过了 所以again 常常我们的频道里面的影片 就是在复习东西 好 所以这个人就想要去把碎片 看能不能再salvage回一点什么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So Gamsen is loving the drama He thinks the piece is well worth salvaging in its current state 好喜欢他现在这个 这个打破 这么一个充满戏剧的场面 所以他认为这个piece 什么piece 就是一个艺术品 所以非常值得salvage 在他目前的状态下 也就是已经碎成碎片的状态下 还是很值得来salvage的 再读一次 He thinks the piece is well worth salvaging in its current state 所以下一句他们这边说了 他跟这个媒体说 I find value in it even when it's broken 所以即便当他是打坏掉了的 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价值 I find value in it to me it's the story it makes the art even more interesting 所以对我来说 整个故事就让这个艺术品 更有趣了这样子 所以他还自己称自己为 是一个艺术的一个读音者 所以要是你是一个吸毒的读音者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 它很普遍的字叫做junkie 虽然说junk这个字一般来说是垃圾 像垃圾食物就是junk food 可是junkie这个字 我们的理解就是读音者这样 所以这个人对艺术品 像是上了读音般的严重这样 所以gameson who calls himself an art junkie has been a collector since the tender age of 17 所以他这个art junkie 他已经从17岁开始 就已经是一个收藏家了这样子 he has been a collector since the tender age of 17 为什么不讲17就好了 要讲一个什么tender age tender翻译成 多半翻译成温柔之类的意思 总之他就是在一个很年幼的17岁的时候 就已经在做这么老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这边算是一种反差的感觉 故意加了一个形容词 17岁这么一个tender的年龄 他就开始收藏了 ok so since the tender age of 17 alright 所以他甚至曾经去 所以他以前 所以他只要能够找到有艺术品 或者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他都愿意上山下来的找 所以他曾经会去挖那一种垃圾车 有没有 所以不是我们这个 那种垃圾车 是那一种植母车回收车那一种 植母车就好了 可能没有回收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那种绿绿的大大台的那种 垃圾直接丢进去 我们叫它dumpster so I also have gone dumpster diving for art you know places where I know famous artists have worked 所以他曾经有做过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知道就go什么 go mountain climbing go hiking go shopping go什么的 所以他是go dumpster diving 所以他去dive这些dumpster dive就是那种潜水 叫dive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人就dive进了dumpster里面 然后去挖艺术品 他在挖的那些地方 就是艺术家工作的地方 所以那些地方 后面的一些垃圾 车他就去挖那些垃圾车里面的东西 这样子 so I have also gone dumpster diving for art you know places where I know famous artists have worked 啊 cool ok 好所以到这里大家ok 最后dust pen这个字我看了吗 给大家至少看一下就好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刚打破的时候 那个打破的时候呢就有人 不是有人就gallery的你的staff 他们就去把它直接扫到那个扫帚跟本机里面去 那扫帚你知道是 boom这样不对不是boom broom这样子ok boom是声音在放大之类的boom 那他们有那个broom 然后呢 呃本机叫dust pen 直接就给你看到 ok 所以这个gallery employee tries to sweep the mess into a dust pen 所以dust就是灰尘 那那个pen这个字一般可以理解为是 像是那个平底锅叫pen 那但是它的样子跟本机长得也有点像 所以都是能够装东西用的嘛 所以我们就讲dust pen就可以了 ok 所以本来他们要用本机把它扫一扫 可能就要丢掉了 因为毕竟已经破坏掉了嘛 对不对 可是有人觉得它有价值 好比说这一位gameson先生 那它或许就有价值 right 好anyway 我们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